说起这个泡菜国呀 那大家都知道啊 宇宙的中心嘛 人类的起源嘛 全宇宙文明的发祥地嘛 一切有关美好的事物 那都是人家发明的 不是我说的啊 是他们自己说的 不信你看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出的历史地图 说起这个泡菜国呀 那曾经是咱们的藩属国 让你干啥你得干啥 不听话就揍你没商量 那大清朝长期驻军在上面 那真是 打你就是个玩 划你就是个船 说句我爱你 那纯属就是逗你玩 就连这国旗都得咱们李鸿章 李大人点头了啊 才能使得住 怎么就要想着 在那时候在东北分一杯羹呢 说实话 家屋海战的得力者 他们算一门 这脚盆人在家屋海战的 平壤之战 大带了清军的一万三千多人 清军呢 被迫撤出了藩国的全境 哎 这时候 脚盆和大鹅又在东北 那是闹得不可开交 说白了 就是砸钱圈地呢 这可给了泡菜的一个喘息的机会 这家伙一看 这清 不论是GDP 还是常备军 那都高于脚盆啊 就这时候还让人打的 那叫一个落花流水 这不纯纯的指老虹吗 然后他就充分利用了大鹅和脚盆的矛盾 这就周旋起来了 偷摸大宣布 废止了自己的国王尊号 改称皇帝 国号呢 也随之变成了泡菜帝国 尤其是呢 看到脚盆这么一个啊 啥啥都不如大清的 就把大清打得落花流水的 这么一个励志故事的刺激 咱也行啊 咱也改革呀 咱也变法呀 然后这老大肥又 咱也咬一口啊 于是乎 这个泡菜就瞅准机会 趁火打劫 在我们的吉林东部和辽宁东部 设立行政机关 悍然将我们的领土 视为自己的领土 并在之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 多次在中朝边境一带 制造事端 像从边境掠夺妇女 到他们那儿啊 针对于清军进行点射呀 哎 我跟你说 这些缺德事 他都没少干 尤其是1904年 脚盆和大俄战争爆发期间 那更是让泡菜们兴奋到了极点 当时两家为了争夺我东北地区 在东北大大出手 朝廷那是无力干涉呀 这让泡菜更加感到了 清廷政府的虚弱 为此泡菜开始考虑 利用这个混乱 从东北占据一些土地 啊 李壮泡菜的版图 哎 结果不曾想 这泡菜的计划还没等实施 这蛋鹅就宣布战败了 而泡菜他的霉运 也就随之降临了 这脚盆打败了大鹅 那是狗屁便宜没占着啊 这条正憋着一肚子火呢 回头 哎 一看 这小板人还在那蹦蹦呢 于是 在1910年的时候 这脚盆强迫泡菜皇帝 签订了合并条约 泡菜帝国就正式灭亡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